您看啊 这个就是咱们这款最经典的千笑丸 然后呢 再把这个排序给它床进去 再经过整理 烘干 定型 就能百贵台上买了 4月10号 在老字号内联生的店铺内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内联生千层底布鞋制作记忆第五代传承人蔡文科 正在为直播间的观众介绍千层底布鞋的制作记忆 疫情发生以来 拥有160余年历史的布鞋品牌内联生的线下门店受到极大冲击 为寻求生路 内联生于2月25号正式开启了线上直播 我们在2月2号的时候 北京线下的所有的实体门店就全都停业了 后来当时有同事就提出 说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做直播 我们第一场直播就销售了3000亿元 从第一场直播开始 一场比一场要好 目前为止我们做的最好的一场现在已经销售近万元了 就是三个小时拿到了线下门店忘记一天的销售额 程旭表示 这场疫情对于内联生来说是挑战也是新的机遇 未来公司将继续增加直播频次 把直播台放到每一个线下门店 改变坐垫等客的传统经营模式 截止到2019年底的时候 我们线上的销售大概占到总体营收的40% 而随着这个今年开年这个疫情的爆发 我们预计2020年可能线上线下可能能达到一半一半吧 甚至于线上可能会超过线下 肯定是要会把它常态化 把它工具化的 对于这个像内联生为代表的这种老字号吧 其实可以打破这种线上跟线下的壁垒 这个直播呢 可以把线上的顾客带到线下的门店来 也能把线下的顾客带到直播间去 在距离内联生不远处 同为北京老字号的吴玉泰也开启了线上直播 在2019年 吴玉泰就曾尝试过线上直播 但效果不佳 疫情期间 吴玉泰逐渐增加直播频次 直播效果也渐入佳境 从去年7月份直播间每次都是一两百人 到现在我们日常停留的客人大约在两千人左右 多的时候也到过六七千人 我们每一天的数据都在持续增长 昨天晚上的两个小时的直播 我们已经可以突破15万的销售 10万块钱相当于一家中型店铺半个月的销售 郑玉说 开启线上直播销售 吴玉泰的第一目标是卖货 同时也希望能够通过这类较新的销售形式 抓住年轻人的心 我们有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所以我们会邀请非宜的传承人 来去和各位茶友去讲茶叶的专业的知识 我们希望传达给更多年轻人这些茶叶的知识 和让他们也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喝茶的习惯 我们的线上的官方旗舰店 我们外府的销量大概占到了80% 所以这也是茉莉花茶能够走出北京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步 我觉得直播其实不仅仅是解决 现在当下的疫情期间的一个困难 也是公司一个更长远的安排 除内联生和吴玉泰外 疫情之下许多北京老字号都选择开启 线上直播自救 截至目前包括内联生 吴玉泰 百花蜂蜜 铜人堂 艺利 道乡村等 在内的北京老字号均已陆续开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